由大埔里地区九个市值会 以及十八都西文化基金会 干年功德会 天权温泉会馆 以及埔里慈善会 联合发起的五大置业 大型社会服务活动 即将在12月15日办理 为了呼吁更多人 能够共同参与五大置业的活动 日前也在埔里天权温泉会馆 举办记者会的活动 十八都西文化基金会 董事长毛敬祥表示 五大置业包含糖尿病防治 环境保护 拯救饥饿 势力第一 以及儿童癌症等 让更多人能够共同来参与 我们也期待 用四十会这样子的五大置业 来鼓励大家 善用福利或者南投地区 这样的三层 好好的来走动 不要一直依赖的 这个三星的这个东西 所以办这样子的服务 其实是要来帮助 在弱势群组里面呢 可能在忽略掉了 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 或者健康的问题 所以四十会 这是联合办 呼吁大家能够来爱惜 这样子的美丽的三层 珍惜它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先议员廖志诚肯定隔接爱心团体的用心 也希望相信都能够共同来 享用五大置业的推广 帮助海统及社会的弱势族群 这个议题 我觉得现在显示是社会 就是要国民都要来重视这个议题 它就是对我们保理的这个环保议题 包括皮鞍污电污 包括我们这个河川 或者说我们的水膏里面 像我们的礼毅潭的 悠阳法也很严重 我们的环保酵素团 它的酵素 它这次为我们这个第三层子的座边 这个膠子先进去清 复义长排泉肯定师子会 以及各界团体的善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 都能够共同来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记者程维一 普理财访报道